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今天是香港時間4月23日 星期日 歡迎收聽今天新聞 我們首先看兩岸新聞 下面請聽報導 據《香港明報》報導 上海最近為離世五十八年的 原中共政治局委員 原國務院副總理柯慶斯立了一個雕像 還在紀念碑黑了城塞兩個大致 上海還召開有關柯慶斯的專題研討會 上海市委黨校常務副校長徐建剛等出席 著名維權律師蒲治強發推文說 想做什麼呢 想文革平反 《明報》報導說 這件事令中共黨內出現了一些猜測聲音 因為柯慶斯在中共黨史極具爭議 曾經在1950、1960年代主政上海 他曾經帶頭吹捧毛澤東 被視為是個人崇拜的始作勇者 柯慶斯曾經聲稱 服從領袖要服從到盲從的程度 為了配合中共的反友運動 柯慶斯在上海獲出15,000名右派分子 現在上海官場突然吹捧有了黃之稱的柯慶斯 有觀點認為習近平要效法毛澤東 在黨內掀起無條件服從習近平的浪潮 同一時間 中共中央引發中共黨內法則規定工作規劃 干擾2023至2027年 干擾規定 具體黨內法規制定 要在中央書記處直接領導下 由中央辦公廳帶頭負責 時政評論人岳山4月22日 在《大紀元》發表文章說 習近平親信蔡奇是中央書記處第一書記 兼中央辦公廳主任 干擾這個規定就意味蔡奇 是未來五年黨內法規制定的推手 將2013年版和2018年版的同類干擾對比發現 新版干擾的開頭刪除了馬列、毛、鄧、江湖的理論 改為以習思想為指導 確保全黨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動上 和習中央高度一致 顯然未來五年所有中共幫規都只能勝習 新版干擾還用六大段文字說 如何完善兩個維護制度 包括要堅決防止和糾正一切 偏離兩個維護的錯誤認識和言行 堅決防止和糾正一切認識的低級紅 高級黑等等 兩個維護是維護習近平的核心和權威地位 岳山認為 干擾這樣寫 意思就是要將維護習近平制度化 這是前所未有的提法 另外 中共中央政治局3月30日召開會議 決定由今年4月開始 在中共全黨由上而下分量批展開學習模思想的 所謂主題教育 中共中央成立了主題教育領導小組 而蔡奇就擔任組長 岳山總結說 習近平交給蔡奇的任務就是在未來5年確保所有推出的中共幫規 都必須絕對維護習近平 這也是怕喉嚨起火和起燒場 這場將維護習近平制度化的運動 可能反而製造令中共內亂的因素 岳山說 目前蔡奇可以說是權傾朝野 中共歷史上朝廷改變 經常是因為權病落入患神 或者愛斥權神手上 習近平不肯提前準備接班人 未來一旦他身體稍微出了問題 大權就有可能落入蔡奇手上 但是其他習家軍也累積實力 例如總理李強 公安阿頭王小洪等人 到時候各個習家軍為了奪權 恐怕會令中南海出現一場內戰 導致中共倒台 中共最近除了大力推廣上山下鄉之外 還成立農館隊伍 橫行鄉里 分析認為 習近平成立農館隊伍 可能是在為發動戰爭 做後勤準備 也有為農民維權的律師指出 中共就像土匪搶劫農民田地 可能導致糧荒加重 中共農業農村部 上星期在部署今年找糧保工 專項行動會議上 正式確認當局已成立 農業綜合行政執法大隊 是由原來的種子 農藥、秀藥、治療、農機 動植物檢疫防疫 農產品質量安全 餘靜等多個領域整合而成 很快網上出現短片 曝光這個所謂的農業綜合 行政執法大隊橫行鄉里的真相 網民乾脆將它們稱為農館 譬如有身穿制服的農館 囂張地表示 交警管不了的我們管 城管管不了的我們亦要管 有農館強行斬了農家園內的樹 農館連農戶家裡有幾個人 圈裡養了幾頭豬 每天幾點鐘去田裡工作 甚至不下田的時候做什麼都要管 一些網友指出 在這場混亂中 農館大規模破壞的都是經濟作物 果梢、煙草等 懷疑背後有官方意圖 有消息指 官方要求農民種植薯仔、 粟米、番薯等糧食作物 盲人律師陳光誠 曾幫助很多中國的農民維權 4月21日 陳光誠接受自由亞洲採訪時表示 他認為農館是中共濫權的縮影 他的核心是剝奪農民的土地私有權 就像土匪一樣 結果必然導致農民大批出走 兩方將更嚴重 陳光誠說 共產黨推出這樣的所謂農館也好 城館也好 這種小非法組織 實際上是大非法組織的延伸 土匪有了執照 拼命壓榨老百姓 農館的核心內容是剝奪了中國農民想種什麼 不想種什麼的這種自由 陳光誠認為 中國農民種地的積極性本來很低 現在中共再推出這件事 估計中國糧食的產量不僅不會增加 反而會大幅下降 因為支持八九學運 流亡法國的四通公司前創始人萬潤南表示 近年 習近平在中美、台海、南海問題上咄咄逼人 現在成立農館強迫農民改種糧食 不排除是在想做戰時秩序和經濟上雙重的準備 萬潤南說 要打仗的話 戰時的糧食供應就是重中之重 農民已經種了果樹 開了魚塘了 你再叫它種糧食 農民當然不肯 農館隊伍就是這樣一個背景下產生的 是為戰時秩序 也是為戰時經濟服務的 萬潤南批評中共專制制度 令底層老百姓互相陷害 他說 將老百姓的一半變成勞工 另一半變成公頭 變成軍隊 等一半人將另一半人管起來 習近平他就是亂來 最後將自己搞死 目前網上有短片顯示 多地農民被農管 惡行激怒甚至引發暴力抗爭 中國大陸報考公務員 不僅成績要達標 還要接受嚴格的政治審查 近日中國網絡傳出 浙江大學電器工程學院 與控制研究所一名畢業生 報考當地公務員 以第一名的成績取得錄用資格 但是他被舉報 四年前在學校論壇 發表過農華的言論之後 就被拒絕錄用 消息曝光後引發熱烈議論 綜合大陸傳媒報導 被舉報聖河的考生畢業後 報考浙江少興市轄下新窗園 鄉鎮街道的中共縣委組織部公務員 4月11日當地政府公告 他以不是第一 身體檢查第二的佳職 獲得錄取資格 不過姓何的考生 徐職就被舉報 曾在2019年 在浙江大學校內論壇 發表農華言論 叫其他同學是資難人 中共新窗園委組織部 18日答覆說 接到舉報後 徐職組織工作小組 到浙江大學查實情況 認定他政治素質不合格 不適宜錄用為公務員 4月14日 何某主動提出放棄公務員任用資格 並在17日提交了放棄聲明 21日相關消息衝上中國網絡熱手 引發中國網民熱議 大多數留言都支持姓何的考生 被拒絕取錄的決定 好像有人說 絕對不能被反賊進入體制 一個連國家都不愛的人 怎可能會愛人民呢 甚至有人還說 要追究刑事責任 不過也有人說 舉報的人真是不是開玩笑 我想知道國外有沒有罵自己的國家呢 批評和辱馬的區別 誰說了算 針對上述事件 海外政論刊物 北京之春榮譽主編 胡平在接受自由亞洲電台採訪時表示 該事件突顯中國目前政治風向 越來越左 因言莫罪 未免有些矯枉過正 所謂政治審查 是什麼尺度應該說明 現在有相當大的隨意性 事實上 中國報考公務員資格 除了政治審查三代人之外 近幾年 嚴格審查報考人的言論 和政治傾向的事件 就屢見不鮮 澳洲城市大學政治學教授 夏明向自由亞洲電台表示 中國現在是政治掛稅 公務員口核 由尊越來越向紅的方向發展 紅不僅是指對國家忠誠 還與對習近平的忠誠掛勾 而在近幾年 中國就業壓力大的背景下 考公務員是大學畢業生 向往的選擇 為了鐵飯碗 大部分人被迫向這些政治要求妥協 新冠病毒捲土從來 被稱為大覺醒的新興變種 XBB.1.16 一路在亞洲擴散 掀起新一波的確診潮 結膜炎是新的感染徵兆 全球疫情催緩 各國都慢慢鬆綁口罩令 但最近 大覺醒從美國半數州 一路擴散到印度、新加坡、馬來西亞 已經影響29個國家 大覺醒是以知傳染力最強的變種 傳播速度亦比之前的病毒更快 世衛的新冠技術負責人說 大覺醒與XBB.1.5 非常相似 差別只是在 痴突蛋白上多了一個突變 但有研究表明 大覺醒的傳播能力 幾乎是XBB.1.5的1.2倍 所以 世衛數據顯示 大覺醒的感染病例數 正在快速上升 2月底在全球全部新冠感染個案中 大覺醒僅佔0.12% 但一個月後已經急升至3.96% 在亞洲首當其衝的印度 最近病例數暴增13倍 連續4天出現破萬的新確診 引起各國關注 另外 過去感染後常見的症狀包括發燒 喉嚨痛 咳嗽 流鼻水 全身化熱 甚至是輻射 但現在專家發現 很多確診年輕患者除了發燒咳嗽外 還會出現結膜炎 有紅眼 眼睛疾氧等症狀 這個在Delta Omikron中 都沒有出現過 而且大覺醒 令到12歲以下兒童感染人數增加 所以在大覺醒開始流行之後 結膜炎成為判斷確診的重點症狀 這個令人回憶起今年年初 中國媒體曾報道 寧波等地不少兒童 在確診新冠後又患上結膜炎 當時中國醫生給出的答覆是 感染新冠後人體抵抗力下降 如果不注意眼部衛生 就可能患上結膜炎 泰國20日宣布 一名病患感染大覺醒後死亡 這是全球第一宗大覺醒死亡病例 泰國政府的通報還說 從4月9日至15日期間 住院患者比前一星期增加近2.5倍 泰國臨床病毒學專家警告說 大覺醒恐怕很快就會成為泰國的主流變種 台灣指揮中心犯人 來一軍20日證實 上星期在境外移入個案中 一口氣檢出11宗大覺醒感染個案 對於大覺醒逐漸示弱 中共官媒《新經報》引述中國專家指出 對新變種不別洪荒 台灣的專家就警告說 在防疫鬆綁的情況下 大覺醒可能在台灣爆發 威力不可忽視 有慢性病、心肺疾病的患者和長者 要注意自身的健康狀況 台北市立聯合醫院 陽明遠區空康科醫師蘇一峰 對Now新聞表示 很多人認為疫情已經結束了 但其實我們只是對疫情妥協 雖然大覺醒的資料還不夠詳細 但一般來說 變種就是出現比較多的突變點 導致就算打疫苗身體的抵抗力也不夠 通常確診就會導致重症率增加 重複感染人數變多 有新冠的症狀更加嚴重 美國《金融時報》21日報導 一份外設的美國情報報告顯示 中共正在打造先進的網絡武器 以便在戰爭爆發的時候 控制對手的衛星 令這些衛星 無法用於發送數據信號 或者執行監視、偵察任務等 為了應付中共這一個挑戰 美國太空軍正積極做準備 據報導 這份有中央情報局CIA標誌的文件 在今年發表 是美國麻省空軍國民警衛隊成員 傑克特·傑拉洩露的高度機密文件之一 《金融時報》已經查閱了這份文件 美國評估說 中共正在推動發展阻止、利用 或持劫敵方衛星的能力 這是中共實現信息控制目標的核心部分 北京認為掌控資訊 是一個關鍵的作戰領域 而中共的網絡攻擊目的是 模仿敵方衛星 由營運商那裡收到的信號 從而令衛星在戰鬥的關鍵時刻 一是完全被接管 一是便出現故障 這份機密文件表示 這種網絡能力 將會幫助中共奪取對衛星的控制權 令衛星無法有效支持通訊、武器 或情報、監視和偵察系統 不過美國就從來沒有透露 本身是否具備類似的能力 報導說 中共發展的網絡武器能力 遠超過俄羅斯到目前為止 對烏克蘭的侵略戰爭用過的任何技術 俄羅斯電戰團隊採取的是萬力攻擊 但是效果不大 台灣已經注意到 在俄烏戰爭之中 衛星通訊對烏克蘭軍隊的必要性 面對中共越來越緊迫的軍事威脅 台灣也正在尋求 建立能夠經得起 來自中共攻擊的通訊基礎設施 今年1月份 《金融時報》在一篇報導說 台灣正在吸引投資者 建立自己的衛星提供商 同時在台灣700個地點 試驗非同步衛星接收器 確保在發生戰爭或災難的時候 寬頻服務無間 去年2月24日 俄羅斯在全面入侵烏克蘭前幾小時 俄羅斯的網絡攻擊 令幾千個烏克蘭軍用路由器Router 無法使用美國衛星通訊公司 Viaset的服務 這也充分說明衛星通訊 在戰爭中有多麼重要 據悉Viaset受到的網絡攻擊 是藉由入侵這間公司的電腦系統 並向數據機發出指令 令它失去作用 即使這樣的攻擊方式已經算是精密 但外市的美方情報評估指出 中共要達到網絡攻擊目標 所以水平還要高出很多 今年3月份 美國太空軍作戰部長薩爾·芝曼 曾經向美國國會表示 北京正在積極發展反太空能力 努力達成它的太空夢 也就是在2045年前 成為地球大氣層之外的最大強權 而為了應付中共挑戰 美國也正在加速部署 有復原力的衛星星座 地面站 網絡同數據鏈 薩爾·芝曼認為 必須將重點放在網絡安全 必須了解網絡威脅 必須加強網絡 來抵禦敵對的網絡操作 多謝收聽這節的今天新聞 再會 拿去 人一天 五死 二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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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死